不过阿絮啊 你说这块琉璃甲 是赵敬身上那块呢 还是张成岭家的 鬼谷要是得到了成岭那块琉璃甲 何必还要千方百计地掳索成岭 白天我就觉得这傲来子和婶婶之间 不太对劲 晚上她的尸体便出现在了 三白山庄门口 阿絮 你觉不觉得这里面另有蹊跷 那是鬼谷在挑拨 陆蔡冲死前将一切都交给了傲来子 而非她的兄弟们 这本就让五湖盟颜面尽失 鬼谷故意将泰山派的血抹在五湖盟脸上 想引后事者联想 别啰嗦了 你要是闲的话 跟我一块儿 把这兔子洗剥了吧 这兔子都是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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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要我去洗啊 爱洗不洗 不洗的人没得吃 阿絮 我洗还不成吗 阿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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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理我啊 你既然知道劫法 那肯定知道来历 给我弄两箱成不成 不成 不成 别拒绝得这么果断嘛 我重心求够 你要什么都行 人在迷香的幻境中 会看到内心最渴望的事物 温兄 你当时一直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你看到了什么 阿絮啊 我还以为你是个体面人 这等私人心事 但是 你这么直接问我 也太唐突了 此人一身谜团 又对四季山庄支支甚深 究竟和我师门有何怨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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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吧 我在幻境里面见到的是 我小时候 在我妈被子里 丢了只死老鼠 结果被她发现 追打我三条街 阿絮 来 喝酒 看什么 疼不疼 不然你也试试 我说啊 这么多年 我就遇上了你这么一个 投缘看对眼的朋友 你能不能别死啊 尽量吧 你转过来 看着我 再说一次 不想看 我看不得你那副假木假石的德行 挂着面具 没有半点真心诚意 我 我是 我是怕 你是怕我命不久矣 随时都会呜呼哀哉 所以才处处封印 着意呵护 老文 你是可怜我 还是羞辱我 你别走 我不走 好 等你酒醒后啊 我还要抱揍你一顿 明知道老子余生有限 还要戴着一副假面具敷衍我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是真心欠揍 快睡你的大头觉吧 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余生有限更要好好珍惜 臭小子 我说过 我读我不会看走眼的 我读中庸一天 你会对我敞开心扉 你 还没见到输赢 就算天王老子 也休想赶我下桌 敞开心扉 人心疾鬼欲 我的心有什么好看的 看过之后 我才知道如何帮你 睡吧 睡吧 看过之后 你就不会当我是朋友了 阿絮 干吗 阿絮 叫魂呢 阿絮 叫魂呢 阿絮 行了 温大善人 阿絮 阿絮 你为什么就不敢赌 我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啊 你认识的我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好人还是坏人 别废话了 要我口令吗 快说 我都好奇死了 除了一目了然的好看 我在别人眼中 是什么样啊 傻样 我在人心鬼欲里杀了个七进七出 要是 连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楚 那岂不是白火啊 所以你觉得 我是个好人 坏人放下屠刀 可立地成佛 好人做了坏事 难道就永世不得超生吗 没这个道理 我原来是个好人啊 不对 你错了 我岂非是个好人 我乃温大善人 别闹了 温大善人 阿絮 干嘛 阿絮 叫魂哪 阿絮 阿絮 行啊 温大善人 你闭嘴吧 别叫了 叫得我顺口 我就是觉得 活着 活着 给太阳晒着 还有个人的名字 给我这么叫 真的挺好的 是挺好的 老温 原来梦境只削 岁月削手 迷失了自己 若倦鸟无心 不如归去 老温 怎么了 喝酒了 喝 龙师傅 你别死 我会乖的 我会好好学好武功 我会重贞四季山庄 和龙云阁的声威 龙师傅 真言 你真不打算告诉龙婆婆 你的真实身份吗 尸体 尸体 阿絮 你婚叫什么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走火中魔了 走火中魔了 龙伯伯 您就放心吧 真家夫妇 他们早已隐姓埋名 改头换面 归隐田园 安度晚年 他们的孩子 已经出落成了一个 虽然有的时候有些可恶 但终究不算太坏了家伙 连救了一身不错的武功 当真 莫非是亲兄弟 是 是师父 替他们易容改变 引去踪迹 他还将他们的孩子 纳入了师门 成为了我的二师弟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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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宝宝 龙宝宝 龙师傅 他把我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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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温书她 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 醒醒 醒醒 醒醒